冠状病毒疾病 冠状病毒疾病为本地建筑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新加坡实施阻断措施的期间 大多数的建筑工程都必须停工 但情况已经开始好转 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 政府部门单位如何同你们 以及建筑业的行业协会合作 让建筑业能够安全复工 首先,我们会定期提供最新进展 让大家知道工人何时能复工 在等待工人获准复工的当儿 大家可以先做好准备 在建筑工地实施安全管理措施 以及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和交通安排 这是重要的 这些安全措施将防止灌病在工地和客工宿舍里 再次大规模爆发 比如说,住在客工宿舍里的工人 必须经过系统性的病毒检测才能获准住工 要不然只要有一个人患上冠病 病毒就会快速传染给同一个工地或宿舍里的其他工人 这么一来,工地就必须停工 会有许多工人受到影响 这样的情况不是你我愿意看到的 一旦一切就绪,你们就可以向建设局提交复工申请 建设局将和你们合作,确保你们的建筑工程可以安全复工 另外,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希望在工地搭建新的零食宿舍 让工人住在工地,又或者是将工厂改建成工人宿舍 只要情况允许,我们会尽量帮助你们 人力部较早之前公布了新的住宿面积规定 如果你们已经有工地临时宿舍或工厂改建宿舍,可以继续使用 目前暂时没有必要按照新规定来调整宿舍 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建筑公司和承包商 希望自己的建筑工人能尽早上安全管理工程 为此,建设局、新加坡建筑商工会以及执总恒系中心 开放了更多名额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即使你们工地的安全管理员还没有上课 你们的工程还是可以复工 你们的安全管理员只需要在复工批准之后 四个星期内完成课程 财务是你们担忧的另外一点 那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我们将提供援助,尽可能帮助公司度过这次的难关 王瑞杰副总理最近才宣布了一系列帮助建筑业的援助措施 包括为本地员工提供雇佣补贴到8月 提供外劳税、豁免和回扣到7月 以及为符合资格的中小型企业提供租金回扣 眼下,政府将帮忙建筑公司承担患病带来的额外费用 包括建筑工人定期进行患病检测的开销 长远来说,政府会继续为建筑业提供援助 包括帮忙应付额外费用 我们日后会公布有关详情 患病来的突然,各个政府部门为了应对疫情 推出了许多信息 建设局的网站将提供所有同建筑业复工相关的讯息 如果你有同建筑工程复工有关的问题,请联络建设局 在这段困难期间,我们将和相关的工会秉肩合作 尽快安全地重启建筑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和养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